同学们经过一个周末的等待 我们今天终于把这次出国之前要打的疫苗全给打上了 一个手臂打了一针 外加一个口服的疫苗 我这个右手臂打完疫苗以后到现在都还有一些疼 也不怎么使得上劲 也不知道这个正常不正常 出国打疫苗这些事情 咱们不出国之前是真的不知道 很多国家入境是有疫苗注射的要求的 所以大家以后要出国去哪些国家之前 都应该提前了解一下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像我们这次去的非洲国家 就是强制要求你注射黄热病疫苗才能入境的 这种疫苗只有在省会级城市的海关下辖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才能打 打完以后它会给你一个国际通用的疫苗注射本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黄皮书 另外假如你还要把之前注射过的一些疫苗记录啥的 翻译成国际通行的英文件呢 也都是在这个单位里面办理 还有一些国家呢 对入境旅游工作的外国人呢 还有体检报告方面的要求 这些东西啊也都是在海关这个单位里面办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西安海关呢 他们办这个业务啊 只有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11点啊 才受理工作日的下午呢 他们是不办业务啊 只取证的啊 每天三个小时的业务办理时间啊 节假日和周六周日呢 又不上班啊 导致远远不能满足这边的游客的业务需求 所以我们上个视频才说啊 他们这里网上预约取号的话 一般都是要排到10天以后的了 加上办完业务啊 拿证啊 你还得等上个几天啊 这个办事效率啊 真的是不敢让人恭维啊 上周五呢 我就是一看啊 网上预约取号等待的时间太长了啊 抱着去现场排队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啊 结果因为家里的车限号吗 我就坐了个地铁去 11点左右到的时候 人家就不办业务了啊 这才等了一个周末 今天终于等到周一呢 我也是一大早的 6点就起床了 想着能够早点赶去嘛 排队排到最前面 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 自己什么证件都没带啊 一下子就尬住了 光想着早点去排队了啊 结果最重要的证件啥的都没带 那我原本是想叫我老婆啊 叫个跑腿啊 给我送过来吧 结果打了十几个电话 他都没接啊 我也是后面才知道 他把手机放在我们家客厅呢 自己呢 在房间里面蒙头大睡呢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办业务嘛 很多问题呢都不是太懂 那就和排队的一些路人呢 聊了起来 他们都说啊 要不然你就试试电子证件吧 现在外面住宾馆啥的 人家也都是认可电子证件的 我心想啊 也就只能这样的 反正我来都来了 总不可能回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哈 像我们这种来现场排队办业务的哈 得等人家在网上预约好了的啊 办完了才轮轮到我们 如果当天办业务的人多哈 业务又办的不快的话 咱们在现场排队的可能都办不了啊 即使你去的再早呢 也是白搭 当天呢 能不能成功办理业务 完全是听天由命的 很多人在现场排了一会儿后呢 看办理的实在太慢了哈 他就回去了 而我呢 始终就在那里一直等着啊 反正来都来了嘛 最后差不多是快到 10点40左右的时候 才终于轮到我了 我一上去就和办业务的贵员说 我没带证件啊 那人就很不耐烦的说啊 办不了 我问啊 怎么办不了呢 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 或者电子证件不可以吗 那人的语气呢 更加不耐烦的说 我的机器是扫描的 没有证件怎么少 你来办业务都不带证件呢 是怎么想的 我说我又不是故意不带的 那还不是因为起太早了 排队给搞忘了吗 后来他说了一句 你这又没有预约 又没有身份信息 我怎么给你办 哎 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我说我没有预约今天的号 我预约到10天后的号了 然后他就通过我网上预约时 填的那个身份信息 给我把业务给办了 总结下来啊 其实忘带证件这种情况 完全是可以办你的 毕竟这又不是什么银行 或者什么其他重要的业务 打个疫苗而已嘛 只是办业务的人觉得麻烦 就不想给你弄了 一句话 你回去带证件再来吧 就可以打发你走了 何必给你浪费口舌呢 是吧 这里咱们就不得不吐槽一下 某些行政部门的办事之艰难 说好的为人民服务 简直是毫无服务意识可言 女妻办个业务吧 感觉就像欠了她500万似的 我们昨天还拨打了一下 陕西疾控官网公布的应急电话 我本来是想着 提前了解一下疫苗相关的事情 结果你才怎么着 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为了印证是真的停机了 我今天下午又打了一次 真的是停机了 不说了不说了 不然我们这个视频可能就要被和谐了 虽然我们这回出国打疫苗的经历 是一波三折 但好在现在终于顺利的 把这事给办下来了 几天后我们拿到疫苗证 就可以出发环游世界了 我们这回是注射加吃了三种疫苗 总共花费是411块 我还重点询问了一下 有没有劣迹疫苗 得到的回复是劣迹没有疫苗 只有治疗劣迹的药 问我要不要 我之前已经在网上买了一些治疗 劣迹的药了 我就没要他这里的药了 我前面也稍微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有些人说劣迹是有疫苗的 有些人又说没有疫苗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详细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到非洲的话 对我个人而言 最担心的真的就是劣迹 或者黄热病这种的 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 大家对非洲那边的卫生条件状况 应该是有所耳闻的 那种卫生环境下 肯定是很容易置身蚊虫的 蚊子这种东西又是防不胜防的 所以去那边我们除了带一些屈蚊产品 还有就是靠一些物理防护 最重要的还是靠注射疫苗 来抵抗这种东西 所以黄热病疫苗 大家去这些疫区之前 一定要提前注射 另外我们这回还打了 牛脑和霍乱疫苗 牛脑就是流行性脑膜炎 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染的疾病 它的致死率和患病后遗症非常的高 能排进所有传染病的前五 我们国家对婴幼儿也是免费接种牛脑疫苗的 像我们这次打的ACYW4架牛脑疫苗 西安这里收费是156块钱 而霍乱疫苗是给三颗药 让我们回去自己吃 分别在第一天 第8天和第29天用凉开水服用 我今天打完疫苗后 发了个朋友圈 配图里面放的就是霍乱疫苗 结果有个朋友在评论里写到 他当时没仔细看服用说明 回去把霍乱疫苗一天一粒的给吃了 不知道像他这种情况 是不是要重新吃了 所以有些地方的海关 卫生保健中心对于霍乱疫苗 是要求去他们窗口现场吃的 我们今天就在西安海关这里 遇到了两个跑航运的海员 他们说郑州那边 就是要求去现场吃霍乱疫苗 所以他们有些同事啥的 都是专程跑去周边 给药让自己回去吃的地方 买霍乱疫苗 不然三颗药都去窗口吃的话 时间跨度就是一个月 实在是太麻烦了 而霍乱是一种通过 水和食物感染的 增菌性甲类传染病 像我们之前说的 非洲那边的卫生条件 除非我们在当地不吃不喝 不然这个霍乱疫苗 还是很有必要吃上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回 出国打疫苗的全部经过 希望能给到后面出国 留学工作 以及旅行的朋友一些参考 大家看完觉得不错的话 就帮我点个赞 或者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